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情绪化 因为能做大事者 往往第一情绪就是能忍 一过度的情绪化会严重的影响人际关系 很久以前 我和朋友一起参加了学校社团的迎新晚会 老成员都要准备才艺展示 社团的副团璐璐 他什么都好 就是性格太情绪 太固执 此刻到底的人 因为他太情绪化 成员里的人和他关系都不是很好 在准备才艺的过程中 他因为一句歌唱跑掉了而自己生闷气 读不准就不准停下 一直读 越读越不好 读不好就情绪失控 一次我们练习结束后 叫他一起去吃饭 他说他还要等一会儿 叫我们先走 当我们吃完饭回到练习室 还看到他一直在唱 他一直在死磕那几句高音的歌词 录音机被他死死地拽在手里 一次一次播放 又一次一次地录音 这时 朋友走过去说 你先去吃饭 回来再联系 他一下把录音器甩下 一把推开 朋友瞬间大发雷霆 他说 干你什么事情 我吃不吃饭关你什么事啊 你凭什么关我没看到 我在练习吗 朋友被他的愤怒给吓着了 欲言又止 伙伴们也被他的怒喊静止了 正在要做的事都转头向我们这边看 我赶紧上去安慰朋友 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身边的几个同学也过来安慰道 露露 她就是那样的人 亦有情绪 看谁都是不爽 过了一会儿 露露走过来向朋友解释 不停地道歉 朋友当时也没有太多的去在意 后来朋友和我说过去了就过去了 但是我心中已经和他产生了距离 接下来的练习 他整首歌唱下来已经说了很多 在布置会场的时候 他又再一次向一伙伴耍脾气 因为一个伙伴没有按他的意见去贴的字 你情绪很好的时候 人际关系会变得很好 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影响到 你的人际关系甚至永远都不会复原你们的关系 我们都不喜欢和太情绪化的人交朋友 因为你无意的一言一举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产生坏情绪的导线 前一秒高兴 后一秒就和你争吵 如果一个人或是影响到了你的情绪 你的焦点应该放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上 而不是影响你情绪的人或是身上 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自信起来 二、不喜欢别人的指点或提出反对 我的好朋友陈晓 他说一句话让我很震惊 他很支持他的爸妈离婚 陈晓在学校还好 可以让他清静 但是在家里 他爸妈的吵架声使他无法入眠 陈晓的爸爸脾气很差 容易情绪化 一不开心就扬声骂人 连陈晓也不放过 他的爸爸一点也不脚踏实地 容易情绪化 在上班的时候和老板有意见分歧 他不愿意听老板的意见 和老板争论 旷工不上班 后来被辞退了 就在家里 他爸爸爱喝酒 喝多了就自言自语 酒瓶随地一甩 陈晓看不过去 就会和他爸说 你能不能喝完酒后 好好的把瓶子放在一边 你这样一甩 瓶子碎了 满地都是碎片 他爸瞬间怒了 说 你管什么管 和你妈一样整天在外混 其实陈晓的妈妈是商场的一名客服人员 并不是他说的那么不好 每次他爸妈吵架都会提到离婚 但是吵过后 陈晓的妈妈说 离婚时 他爸妈就九十度地弯腰道歉 说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以后会改 不过陈晓说这样的日子 他也忍受不了了 每次他爸妈吵 他爸都会说 让他妈滚之类的话 一提到离婚 他就耸了 太情绪化的人 其实多数都是非常在意自己的想法 并且不喜欢别人的指点 或提出反对 如果你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回家 或者因为个人的情绪对家里有不满的时候 你的家庭关系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危机 三情绪越稳定的人越容易成功 很多人在职场上打拼 都知道情商很重要 但很多人不知道 情绪稳定其实是情商中最基础 最重要的一环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在一家装修公司遇见了一对夫妇来公司 我以为是来签订合同的 过了一会儿 他们在总经理的办公室里大喊大骂 说我们公司是诈骗他们的钱 要求退回定金 原因是 客户在我们公司签预定合同时交了定金 设计师去初步测量房子 做预算 制图到正式施工 客户在签施工合同交起首付后 才可以进行施工 设计师去考察工地 再次测量时 走廊外比之前多了五平方米 然后设计师去和客户说 之前做的预算也随之改变 那个阿姨和总经理谈了一上午 阿姨的声音覆盖了我们总经理的声音 连我在另一办公室里 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阿姨太固执 太情绪化了 一口认定我们骗钱 总经理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就是后边测量多出的五平方米 不放在预算里 还是按照之前的来 那阿姨没有听进去 一直说不再相信我们公司了 那个阿姨拍着桌子 声音很大 说要把我们总经理的 电脑搬走 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拆线 把电脑拿出来 拿起来 鼠标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阿姨的老公从头到尾都很少讲话 就阿姨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讲 最后无果 我们把定金退给了他们 看得出来阿姨在家是一家之主 这么情绪化的阿姨 他们家里也会有不少的矛盾发生吧 我很佩服我们总经理遇到这样大呼小叫的客户 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心平气和地和他们谈 总经理解释说 一个人聪明能干固然重要 但我们做生意的天灾人祸 风雪雷电 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 有能力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 才能够面对压力 从容不迫 把问题解决掉 在职场中 稳定的情绪是多么重要 遇到事情不慌不乱 更不能情绪化 深吸一口气 想解决的 办法 张迪说过一句 当你情绪化地指责别人时 一定是自己内心有过不去的负面情绪 也许是羞愧自责 也许是不甘委屈 也许是恐惧 也许是害怕丢脸 害怕失去 总之 好好面对自己这些情绪 再去和那个应该被指责的人沟通 效果会更好 要知道 没人会体谅你的情绪 为什么不稳定 大家只会关心你的工作 是否能做成 而且在同一个团队里 一定会有人为你衍生出来的 各种负面情绪买单 那么 我们要怎么控制自己太过于情绪化 避免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呢 心理学家认为 识别自己的情绪 给他们打上准确的标记 是情绪管理的开始 这是因为当情绪发生时 你需要知道自己经历的 什么才能把握好自己 可能出现的生理行为反应 也才能有地方使得去应对每一种具体的情绪 当你意识到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候 深吸一口气 先离开当前的环境 找到没人的地方 把心绪写下来 或者把不爽的情绪说出来 左脑右脑理论数数捣着数 想象另一个视角看着你 有时候 一些事情是人们无法改变的 既然已经成为事实 不要总想着如何再让它变为虚无 尝试着去接受 去面对现实 学会转移情绪 当你觉得不愉快的情绪涌上心头时 不妨将精力转移到那些 与这种情绪完全相反的方面 可以去运动 听音乐等 适当的情绪对事情的发展有利 但是过于情绪化就会给 给自己或者别人造成永远的伤害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起伏 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周围的人 喜怒无常 也注定会破坏别人对自己的信任 要学会控制情绪 不要让情绪控制自己 能掌控好自己情绪的人 才能过好这一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compartmental column 画面的声电 琴mens 自己要怎样 熟规